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这个 马华的这个中委黄荣贤 他就公开的抨击这个政府 抨击什么呢 就说这个刚刚出炉的 这个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 给这个华人新春的博款够力 跌到够够力 跌到够够力是跌多少 3.8% 从1亿400万跌到1亿整数 哇 很伤笑 然后呢 还不止 王隆仙他继续讲 他说呢 跌还不是最过分的 更过分的是 那个公共厕所的拨款 1亿5000万 这新春还不如这个厕所 OK 所以要讲到有多善情就多善情了 OK 其实呢 马华的领袖们 针对财政预算案的这些抨击 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是接二连三了 尤其是呢 那些华人呢 会有些敏感的课题 会有他们是在那边呢 一直大垂特垂的那种 OK 所以 其实这一点呢 我必须要说的是 我很看不过眼的一点就是呢 这个马华呢 他专门抓这些华人敏感的课题 来煽动华人的情绪 在这里呢 我想提醒一下马华 OK 马华 你不要忘记啊 你们有两个国会员的 一个是魏家祥 一个是黄日神 你们如果对政府啊 财政预算啊 有什么不满的话 你们那两个国会员啊 大可在国会里面提出正式的问题 然后呢 要相关部门的部长副部长啊 给你书面的答案 你完全有这个权利 你们有两个国会员 你们不像这个民政党 民政党是完全没有国会员 但是你们两个哦 然后 你们不选择通过你们的国会员 做出正式的问题 你们就喜欢在外面打邮寄 专门挑一些华人敏感的课题出来 然后为什么 很简单的嘛 你们如果通过那两个国会议员 在国会里面提成问题的话 就一定要用马来文 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都可以用眼睛看到了 所以你们是绝对不会 在马来人的眼睛底下 用马来文问一些华人的敏感课题 这是你们打死都不会做的事情 所以呢你们选择的方法就是呢 叫你们那些虾饼蟹匠啊 在那边啊 用华文一直喊啊 华人敏感课题咯 就是这样咯 所以你讲好笑吗 不要忘记啊 你们有两个国会员的啊 还有一个黄日生 当初当中必爱不选的时候说要加把声音 我请问你到目前为止有谁听过这把声音 我是没有听过了啊 ok 所以我在这里我提醒你一下 马华不好再演戏了啊 你们有两个国会员 你们对任何的数据有任何的不满的话 请通过你们的国会员 用马来文在国会里面正式提出你们的问题 给我们的马来同胞看一下你们有多么勇敢 啊 不要啊 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那边半英雄 明白吗 啊 ok so这个马华的部分我讲完了啦 我现在讲回这个厕所拨款的部分啊 ok 呃老实说啦 这个厕所拨款啊 啊 在财政预算案一出炉的时候了啊 我心里面就想应该是可以给人家骂的啊 国生如果所料的话真的是给人家骂 哈哈 啊为什么 啊因为呢很多人呢看到这个东西呢 第一个印象就是哇老嘞 诶 厕所这样的东西也要放进去财政预算呗 我老嘞厕所要花这样多钱呗啊 很多人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样 现在呢马华呢还跟你加多一条 诶 厕所的钱还比华人新春多 啊所以你听了更堵然是不是啊 ok 但是呢 我必须要说的就是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这个厕所的拨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内容是 全国八千多间学校的厕所 包括在内 啊 八千多间学校的厕所 你想想啊 你们曾经读过小学 读过国中 啊 政府学校里面的厕所 你们一定是领教过的啊 我是在干坟长大的啊 我领教过很多很好聊的厕所 啊 有些是完全没有门的那个门啊 已经被人家刚掉很久的那种啊 啊 啊 然后有些呢 门是有啊 但是那个锁啊是永远都是坏的 啊我们每次去厕所啊 如果是要开大号的话呢啊 就要拿一支笔去啊为什么 因为那个锁东西的那个零件已经没有掉了 你要拿一支笔插住才可以锁住 啊 然后只是不用想了啦 一定要自己带迪秀去啊 啊 啊 然后呢 抽水马桶啊 十个九个坏的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抽到要死的那种了 ok 洗手盆 静止打到暗到完了 啊 然后呢 洗手盆呢 十个起码有五个坏的啊 ok 有几个是爆料的那种了 我讲这些大家都经历过的吧 大家有读过小学有读过中学有经历过吧 啊 你们的厕所不要告诉我永远都是星星美美 一百八千完美的啊 你不要告诉我啊 ok 啊 可能独中有啦 但是 国中 和华小是没有的啊 老实讲 啊 ok 所以呢 我刚才举出了几个例子了 啊 学校的 门 啊 抽水马桶 啊 洗手盆 精子 这些硬件 要签吗 要签 八千多间学校 啊 这些学校的厕所 你孩子有份用吗 有吧 有吧 ok 所以咯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除了八千多间学校的厕所 它也有用在一百五十个地方议会的厕所 啊这个东西很多人 有用过 但是却没有发觉它 啊 你曾经用过那个厕所 但是你没有想过那个厕所是地方议会的厕所 啊 ok 什么叫做地方议会的厕所 很简单的 你平时 你去巴萨 巴萨旁边会有一个公共厕所 地方议会的 你平时你去巴士站 巴士站旁边有一个公共厕所 地方议会的 你去公园 公园有一个公共厕所 地方议会的 啊 那些啊 你所看到的公共厕所啦 可以讲啊 全部都是地方议会的 啊 然后你当真以为地方议会 收你一个两毛钱 足够支撑它整个维修吧 那两毛钱只是一个象征师 肯定是不够的 啊 so 一百五十个地方议会 每一个地方议会里面有多少个公共厕所 我刚才都跟你讲了咯 巴士站 啊 巴萨 公园 啊 你想一下 一百五十个地方议会 每一个地方议会 平均有多少个公共厕所 加起来有多少个 啊 OK 我就问你了 巴萨的公共厕所 巴士站的公共厕所 公园的公共厕所 你有份用吗 你有份用啊 OK 华小国中的厕所 你有份用 啊 巴萨 巴士站 公园的公共厕所 你也有份用 啊 然后 现在我们在吵什么 哈哈 是不是有点怀疑人生呢 这个还不是更加 还不是最怀疑人生的 我跟你讲一个更加怀疑人生的 就是啊 当我们啊 啊 要用学校的厕所的时候 发现到学校厕所 这个坏 那个坏 当我们在巴萨公园巴士站 用公共厕所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公共厕所 也是所有东西都坏 然后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坏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堵揽 啊 这个政府抽我们这样多税 厕所都不住好 来 开什么玩笑 啊 OK 我们会骂 我们看到厕所烂 我们很愤怒 我们会骂政府 然后现在我们骂 哎 浪费这样多钱在做厕所 1.5亿需要这样多钱吗 啊 比 比华人新春太多了 太过分了 嗯 这两个句子听起来的话 就 真的是 有点怀疑人生 哈哈哈哈 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 啊 啊 OK 讲到尾啦 我还是必须要说一句了 这个 厕所的拨款呢 放弃这个财政议算呢 是很蠢的一件事情啊 老实讲啦 啊 是白白给人家骂的事情啊 啊 这个政府呢 其实呢 他可以 不用向全天下人糟糕 他要 改善这个公共厕所的决心 他没有必要展示给全世界人 知道的 他可以像往常这样 偷偷放弃其他部门里面的 拨款 然后呢 那些部门呢 他在另外的拨款 来弄他们的厕所 可以的吗 可以的吗 所以就 学校的厕所继续坏咯 巴萨巴士站的厕所继续坏咯 无所谓的嘛 反正 大家希望如此 是不是 所以咯 我又啥蠢咯 特地弄一个这样的预算案 来给人家骂吧 是不是 不是 从之 从而言之 以前呢 如果我们发现到学校的厕所坏 市议会的厕所坏 我们找不到人来骂 在以后呢 我们发现到学校厕所坏 还有市议会的厕所坏 我们可以找人来骂了 我们可以找尼可敏来骂了 这就是他的分别 厕所拨款有没有出现在这个财政预算案的分别就在这里 你以前你找不到人来骂 你现在可以找人来骂了 你明白吗 如果听了我这10分钟 到这里 你还是认为你很想骂这个厕所的话 这样我也是无话可说了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